哈喽 大家晚上啦 今天开始直播啦 进来的朋友帮忙分享出去 有听到吗 今天幸好我没有忘记哦 进来的朋友帮忙分享出去啊 开始有人进来了吗 吃饱了吗你们 上个星期我懵懵懂懂忘记了 总算今天记得哦 很多人提醒我 哎 今天有直播啊 不要忘记啦 今天要讲关于耳皮肤排毒 进来的朋友跟我嗨嗨一下哈 开始有人进来了吗 哎呦 MCO还要延长啊 不懂延长到几时啊 我很久没有出去了啊 很多人全部在家发霉了 二声吵了 我也是要发霉了 那天我在 我 我在那个哪里啊 因为我很爱唱歌哦 我在想下次我要搞个live唱歌了 没有地方可以释放 要搞个live唱歌 谁要继续我的 下次 有人进来了吗 以前要讲关于皮肤排毒哦 今天要讲关于皮肤排毒 在很久很久以前啊 听得清楚吗 听得清楚跟我嗨一嗨一下 嗨一嗨一下跟我 进来的朋友帮我分享出去 听得清楚吗 不然等下我讲到半天哦 原来没有听到 好 Helen听到啊 今天要讲关于皮肤排毒 就是呃 之前很久以前呢 我就有讲过关于呃 皮肤排毒是sona 呃 呃 因为之前我有讲到呃 癌症患者需要每一天 做两次的皮肤排毒 呃 就是做sona 像sona也很多种 在我很久以前 我有讲过sona有分极种 像我今天简单的 就是来跟大家 讲多一次 关于皮肤排毒 比方来讲呃 呃 为什么他们需要做两次 然后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 是从20分钟开始 然后慢慢增加那个呃 时间到25分钟 30分钟 40分钟 哦 慢慢增加 去到一个小时 再最多去到一个小时半 当然了如果我们做这么长时间的话 中间是需要有一个休息哦 休息大概一个五分钟 也要带一瓶水进去喝 不然你一个小时半里面一直流汗啊 你哪里顶得顺 哦 哦 不然顶不顺啊 所以今天讲一讲 关于呃 几个 比较呃 呃 呃 怎样讲啊 有我们皮肤排毒哦 其实有分几种 有分几种 一种是比较on 呃 轻视的 轻视 就是说呃 呃 呃 不是讲没有效果 也是有效果 就是有做好过没有做 有一种是比较more on 功能性的 轻 比较轻视的呃 皮肤排毒 就好像我们做 如果你有做那种呃 蟹眼枣 泡脚的 Epsom salt 你拿来泡脚 那个也算 哦 或者你有呃干刷 干刷也可以 诶 干刷我有啊 我我秀给你们看一下 干刷也是很不错啦 这个我是从Evely那边拿过来的 我自己是觉得很好干刷 干刷也算是皮肤排毒的一种 哦 这样子的 这个刷 嗯 而且是这个Evely大师傅教我怎么刷 哦 我发现到哦 只要有做干刷的人哈 他就是被人干刷的那个 你躺着你躺着床 就是一 呃 呃 我们就跟你干刷的时候 不能入眠的人啊 如果晚上不能入眠的人 一做了这个干刷 我看大概几分钟 他就躺着那个床上面 哭哭哭睡到不懂去哪里 这个我们在很多人身上都发现到都有同样的效果 其实呃 一就是说呃 我们的力度啦 第二我们的方式 的那个顺序要怎么去刷 因为当我们在做这些呃 呃干刷的时候哦 我们会刺激到我们的腹脚感神经 我们身体就会去放松 所以就很好入睡 呃 所以这个 这个干刷也算是其中一种皮肤排毒 好 也可以把那个淋巴弄的顺畅一些 然后呃 刚才我在讲呢 就是我们可以泡呃 呃 那个脚的 脚的那个 也算是 然后呃 如果是做梳纳的 不管你是远红外线 近红外线 也算是皮肤排毒 然后如果你是还有做呃 还有做干刷 或者还有做一些呃 药草的呃 泡澡 herber的 也算是皮肤排毒 因为你会冒汗嘛 或者是黏土的 这样因为皮肤排毒 其实有很多种 就算是好像有呃 呃叫做什么臭氧玉 呃 我们也算在皮肤排毒里面 皮肤排毒很多种 今天我这是要讲一讲呃 比较more emphasize 比较more emphasize on黏土玉 或者我们叫他呃 排毒 的泡澡 咦 有没有什么东西要问啊 你们 有东西要问吗 有谁还没有看 看过中心的啊 哈哈 因为我现在在听 然后呃 他们都回去了哈 大部分的人都回去了 要上班 我带你们走走一下哈 要去哪里泡澡 哦 反正你们现在mco log到也没有地方去嘛 我现在带你来逛逛啊 这边 哈哈 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啊 所以喜欢勾增 我们进去看看哈 我们去呃 因为中心整个地方 里面啊 里面大概有呃 因为有两边 一边是四千多方次 这边是另外一边是 大概五千多方子 呃 这边灯闪一闪 呵 哎呀 我忘记关水呀 那边是不就 进来的朋友有看到了吗 我看是那边的线啊 刚才那边的线啊 现在又有看回了 我进到我的store room了 才刚才有线 一进到进去里面又没有线了 一进到进去里面又没有线了 我要带你们进去看 房间里面我们这边中心 有房间 就是因为我要讲关于 泡这个黏土浴的 黏土浴 就是它是一种黏土 不是我们孩子玩的那种黏土 很多人一听到黏土浴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到 是不是孩子玩的那种黏土 黏黏 然后拿来做模型的 像我在讲的一些黏土的时候 我们适合拿来泡澡 它是属于火山的一种泥来的 像这种火山泥 在市场上面 不是你拿给孩子玩的那种 是比较有功效性的黏土 这种黏土它是一包包分装包的 等一下我可以带给你们看一下 它一包包分装包 像我今天排读就是说 这种黏土你可以拿来泡澡 你可以如果家里有浴缸可以拿来泡 或者如果你家里有桶 你也可以泡脚 或者你要敷在身体也可以 敷在脸 敷在伤口 或者敷在哪里有不舒服的地方 或者你有疼痛的地方 如果你要敷在头顶上也是可以 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种泡澡 这个黏土 它是我们叫做比较功能性的 因为其实在国外 黏土域是非常流行的 只是当然在亚洲不是很多人知道 所以不是很多人去了解 这个到底是什么 可能没有听过 像这个黏土域 你有听到吗你们 所以这个黏土域 它的吸附力很强的 如果你们大家 你看 如果你不知道 我可以做吗 我适合做吗 如果你有重金属的话 之前我是不是有讲过 如果我们身体有重金属 我们可以去做商拿 缩纳去排毒 它可以把里面的重金属 或者脂溶性的毒素排出来 但是有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说除了做商拿 我们也可以泡澡 就是你把黏土拿来 泡在水里面 你浸在里面 大概是20到30分钟 就可以排掉身体里面的重金属 怎么会这样子讲 听到吗 怎么会讲黏土可以来排这个重金属 其实黏土 这个是大自然给的一个东西来的很奇妙的 它是很久都在大自然里面 如果动物它有生病 它也会去找这些东西拿来吃 或者它们也会浸泡在泥里面 但是你看 直到他们现在很多人去发现到 很多人也会出书 国外的一些人去出书 发现到其实黏土 它是带 它是带负电的 negative charge 黏土是带负电的 但是我们 如果身体上的重金属 它是带真电的 所以它就变成 怎么讲 所以它就变成 黏土 negative positive 一个带真电 一个带负电的时候 它们就会把它 黏起来 所以黏土就有一个作用 就是说 当它看到重金属的时候 它就变成一个棉 那个我们叫海棉 海棉这样子 把它啾 一抓着 一抓上去过后 因为它是一个正电 一个负电 它就一抓上过后 它就死都咬着你不放 所以我们做了这些黏土 做了那个泡澡的人 做了泡澡那个水 去清理的时候 千万不要用手去清洗 因为刚才所做的 那个泡澡的人的 那些毒素排出来的 全部都会在那个水里面 要清洗的时候 也是要非常小心 我带你们去看 有线吗 等一下我去到后面 又没有线了 刚才那边没有线 我带你们去后面看看 在哪里泡 这边也是 吃的地方 改我后面经过的 是后面用餐的地方 有线啊 进到来还有线啊 我转过来给你们看看 不要一直看我啦 转过来给你们看看房间 这样进来的房间呢 这边是每天早上来做 收纳的地方 当然的房间有很多个 房间有很多个 这样 这个是进去 上次很久以前我讲过 收纳的了 就是 癌症患者或者我们要做疗程的时候 我们做 做上呢 就是早上坐在这边做 然后我想要讲的那个黏土的时候 它是在同一间房间 这边浴缸我也有很多个 浴缸 我黏土我还没有放下去啦 黏土还没有放下去 黏土在这边 黏土 法国的 法国的黏土 所以我们在做泡澡的时候 我们在泡澡的时候 很多人喜欢炎洋浴 是吗 炎洋浴 我不建议炎洋浴 什么澡都可以 除了黏土澡 黏土的澡是不能一起学学用的 不然那个毒素 你的先生的那个毒素会吸过来 你的毒素也会传过去 所以我们大概哈 其实我做这个黏土澡的时候 那个成本非常的高 因为我大概100 100 一包里面呢 大概是500g 但是做一个泡澡的时候 当我们做黏土泡澡 我一个人就需要用掉半包了 我一包只可以两个人用罢了 所以很快玩啦 所以但是我们做这个黏土啊 很多人说 我家里没有收纳 还是我家里 我不懂 我知道我中金属中毒 尤其是如果你牙齿里面有拱 如果你牙齿里面有拱啊 就是你有去补牙的 以前有那个银粉的 有补过 这样你一定是身体有拱的 有mercury 或者身体 我们有吃海鲜很多的人啊 或者是另外一种就是 有种arsenic的 会比较高 你看到身体 其实我们身体有很多不同的毒素 化学毒素啊 防腐剂啊 各种不同的毒素 都是透过肝脏跟肾脏去排出来 但是最难最难排 其实就是重金属 重金属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排的 不管你是做sona 还是任何的一些皮肤排都好 都要比较长的时间 所以如果你家里没有sona的话 我就建议你你可以去泡澡了 泡澡一个星期 泡一到三次那样 如果是重金属很高 你可以泡到四次了 一个星期就是差不多 隔天隔一天隔一天 就这样泡三到四次 该我讲还没有进来的朋友就讲 为什么黏土很重要 就是因为黏土 我这个黏土是博士那边拿过来的 是从法国 法国的黏土 火山泥 像这种黏土 它是有带负电的 就是negative charge 当我们重金属身体的时候 重金属是带正电 就是说正电和负电 我们身体泡着的时候 它会把重金属拿出来 所以为什么在泡澡的时候 有些人会觉得很放手 然后有些人想爱睡 也还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当如果你身体是很多重金属的话 你是比较亢奋的 你就很兴奋 或者很紧张 或者很焦虑的 很焦虑的朋友 那种你是重金属很高 或者你跟你的老公 跟你朋友走街的时候 会short下的 这样有可能是你的重金属很高 如果是重金属很高 就该我讲的 会有会很压力 你很容易很有压力 或者很容易紧张 然后也很亢奋的 你很active的 很panic的 小小事就 蛤 小小事就什么了 这样你就重金属很高 但是当我们在做 黏土浴的时候 去做泡澡的时候 我们的人会放松 我们身体会激活 那个腹脚感神经 你会觉得腹脚感神经一活的时候 就是代表很平静 很平静 你就觉得没有想要很想骂孩子了 做了泡澡过后 你想去睡觉 没有想要这样 想要骂人了 而且加上是因为你把重金属吸附出来了过后 你的那个亢奋的状态就没有再呈现了 那么亢奋了 你的腹脚感神经就活跃了 所以泡澡最多一个星期 就是一到三次 除非你有严重疾病的人 可以去到四次了 所以我是觉得泡澡很好 因为一很舒服 第二不是一个很难的东西 你热水调了 调下去就好了 在我的中心做泡澡 我们是一个section 我们是收100 100大概是泡20到30分钟 depends 如果你觉得没有头晕 没有碍碎很困的话 你可以最多泡到30分钟 我们不建议泡这么久 当然的做泡澡 做黏土浴的时候 要非常小心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浴缸会很滑 浴缸会很滑 所以要准备这种这样的 防滑的要黏着你的浴缸 不然呢 尤其是如果你要帮给孩子泡 或是给老人家泡的时候 一起来的时候 滑倒敲去头 敲到头就不得了 所以这些是一些小细节 所以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黏土了 黏土就是好像一个很吸附 很一个怎么说 很黏的一个 它是它是好像一个 搭这样 它把重金属包着 就是因为它重金属是负电 它是正电 它negative potency 一吸起来的时候 它就有一个很强的吸附能力 身体有重金属的人 它是一个很好的选项 如果你家里没有sona 没有其他的东西 哎呀 然后当然 当然的 当然的 我今天 我在我的Facebook那边有post一个东西 我今天Facebook有post一个东西 就是说 因为我泡澡 泡澡是100 然后我中心有做传统式的马来按摩 传统是traditional relaxation 所以整个流程大概是两个小时 所以呃 那个100按摩是140块 所以是240块 240块是一个人啊 一个人 但是呃 今天因为有lock down这个问题哈 我们现在这个seals period我们开目前 但是到那时你们可以 after呃 那个lock down MOC完了过后 你要过来redeem也可以 所以240块本来是一个人 现在我240块是两个人 你同时间你泡了澡过后 你也如果两夫妻啊 然后房间这边有两张床 看到吗 有两张床 哈哈 可以同时间一起按摩哈 有人问东西什么 lily chain your center tube hygiene 干净啊 我们每天都有 呃 消毒的 消毒 我们每一次用了都会消毒的 还有什么东西问吗 所以这个黏土哈 刚才我讲的黏土不只是可以拿来泡澡 拿来泡脚 或者拿来敷 敷头部也是很好 敷头部 敷头部 头部重金属嘛 重金属很高 有时候头不舒服啊 你拿来敷头 或者哪里不舒服啊 疼痛啊 拿来敷 他就会把皮肤上面的毒素 铺出来 拉出来 所以国外有一本书哦 很出名啊 就是那个 The Healing Play 里面有讲到关于很多 关于黏土的东西 今天我只是跟你们分享 大概一个很简单的 这个是外敷的黏土 有些泥土是可以适合吃的口服的 所以你看到很多当 你看在 怎样讲 在自然界里面啊 当动物面临呢 它的食物减少 你要吃的东西比较少的时候 它没有 它没有的选择 你会发现到 它们吃任何的食物 都配着泥土来吃 为什么呢 是因为 黏土啊 大自然了 它就能够有这个吸附的这个作用 就是你吃到进去的时候 它会把毒素吸出来 然后再排出去 在国外很流行啦 吃黏土啊 敷黏土啊 泡澡啊 里里外外都拿来用 所以我是觉得很好啦 有一些人就说 我泡了澡过后 我的颜色的水会不一样 可能是因为身体有不同的毒素 排出来 吸了过后 你会再看到黏土啊 就是说你的水如果弄掉先 下面沉淀下来的一些黏土的颜色 你可以去慢慢观察 可能会有不一样 什么东西要问吗 所以今天就是跟大家讲一讲啦 因为其实中心有做很多 我中心有做很多不同的东西 就没有办法 每一个都 这样子讲嘛 像今天关于皮肤排毒的 在我中心就是有做干涉 我们有做干涉 然后我们有做桑拿 桑拿是我以前有讲过的啦 有些人有买回去自己在家里做也是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最重要是要去推广这件事情 因为排毒不是说一两次的东西 跟你讲的你就做了我的毒素就出来了 不是它是需要一直你长期一直去保持的 好像如果你是做泡澡的也是一样 你有做有偶尔你可以做桑拿 有偶尔你可以做那个黏土浴 把不同的方式把这个读书排出来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啦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到我的page那边 message我啦 然后我刚才在还没有直播之前的前几个小时 有post了一个post 就是for on泡澡100的 跟按摩一个小时半是140 加起来是240的 240一个人做嘛 现在变成两个人买一送一 这只是on这个period罢了啊 只是on这个period after这个period就没有了了 只是简单跟大家推广一下 如果觉得很压力啊 我跟你讲那个按摩顶呱呱的啦 每次那个auntie跟我按了过后 我都会睡着叫醒我 所以呃 呃今天做的有点不一样 来呃什么 还有什么东西要问吗 哎呀 这边我没有开冷气很乐 我要走出去一下 所以我想呃跟大家讲一讲 人啊有时候会面对到很多不同的事情 就算我也是 哦 你看我不开心有有看得出吗 应该是看不出了 哦 但是我觉得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好 哦 要往前走 要往前走 往前看 可能很多事情不是自己想的那么如意 不是自己每次想的那么顺利 哦 很多人可能给你打击 觉得这样那样这样那样 到最后我觉得 做你要做的吧 然后尽力去做你要做的 不要那么快就放弃 或者听天由命啊 哦 所以 很多人看我很好啊 哈哈 我不好的时候你没有看到啊 我也没有在直播里面跟你你们讲我不好嘛 对不对 嗯 难过很多时候不管是什么事情发生的 每个人都会有难过啊 没有难过上天也不会制造这个情绪给我们会生气 会开心会难过 哦 会很生气的时候你就知道很开心的那个分别 那个那个黑跟白 你从来没有看过白你不知道黑 你从来没有伤心过 你不知道你得到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样子 所以 看开点啦 哦 我应该是跟自己讲啊看开点 所以凡是 不管 你觉得的结局好还是不好啊 我都觉得不应该放弃了 哦 认同吗你们 哦 每天要做的东西还是要继续进行哦 不能为了一些事情 有一些人打击你 还是 谁跟你做了一些某些事情过后你觉得很难过啊 我就不能活啦 我就要跳楼啦 我就要怎样啦 我要放弃啦 我觉得那些都是借口啦 如果要一件事情 我永远相信这一件事 如果要哈 呃 就算是很多人跟你说 不能的 你还是继续走 如果你真的是要 如果你真的是要 但是如果是不要的 就算是 你 有人一直踢一直推啊 所以 很多东西不能勉强啦 我时常跟有一些 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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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癌症患者啊 家人会跟我说 哎呀 你可以说服我的 你可以说服我的 呃 家人吗 你可以帮我跟他们讲一讲吗 你可以跟他们 讲一讲 呃 那个什么吗 自然疗法啊 这个只是一个比喻啦 好 有时候我觉得呃 我们可以讲 但是呃 我们尽我们的能力 但是他要不要他的选择 呃 怎么样就是在他的身上咯 就是说我可以做了我 我尽能力 就是我尽能力 这样我也不不放弃啊 你也不放弃 我可以尽力 两方的尽力 但是这件事情有没有合不合的成哈 那个就算是因缘了 我在讲着这个东西哈 不是在讲着不单只是在讲着疗程 可能在我们人生当中啊 有我一直会觉得 哎呀 上天还是给我很多的功课 好功课好像是永远做不完这样 哈哈哈 我喜欢聊天的时候 讲功课好像也是做不完 一个功课来了 等下又有另外一个功课 哦 哎呀 所以今天直播哦 哈哈哈 相信自己吧 哦 哦 对对对 哎 怎么我发现到很多人跟我同名的呢 Nathalie 然后有一个叫尹莹哦 我也是那个尹莹哦 我也是我叫张雪莹 我也是那个尹哦 哈哈哈 你们看到我跟我同名 是不是有跟我这个同名啊 是怎样 啊 总之不要放弃啦 往前走就对了 哈 很多时候哈 很多时候是因为一个很正面的想法 带着你去走往前跑的 哦 不管是很多旁边很多不同的distraction啊 干扰啊 一直跟你说不能啊不行啊 啊 还是家庭一些事情啊 我觉得只要你觉得你的目标够清晰 哦 好像陈博士说 我也会跟他讲嘛 我遇到什么问题也会跟陈博士讲嘛 陈博士说哦那些是外来的干扰 外来的干扰我们没有办法 呃 去控制 你明白吗 就是说外来外来的人 我们只可以控制我们自己的内心 所以外来的干扰非常的多啊 好像这个MCO不是外来的干扰了 哈哈哈 外来的干扰了 哦 外来的干扰也会影响到嘛 每个人都有影响的哎呀我不能出门啊 怎样 那是外来的干扰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很想出门的啊 你要去见你的男朋友啊 我就不信你不出门了 你还是有办法去出 你还是有办法出门的 你一定会骗警察啊 讲可能啊 你去买东西啊 去pharmacy啊 去见医生 哈哈哈 要做就没有理由 不要做的话啊 很多借口啊 所以呃 不要放弃啦 做什么事情都不要放弃啦 哎呀 谢谢你啊 谢谢你们的支持 哈哈哈 有时候也很需要人家安慰的 你懂吗 哈哈哈 要每次都是我安慰你们 哦 哈哈哈 所以呃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 这样如果你们想要呃 因为这个啊 刚才我跟你说 240 240块是两个人哦 就是说泡澡两次 哦 按摩也两次 一个小时半 一个小时半两次 两次哦 全部都两次 两个人 200呃 本来是480的啊 现在是买一送一 240就 呃 另外一个是免费的 在这段期间 可以在这段期间呃 报名先付款先 然后可以after lock到过后 过来也可以 哦 哈哈哈 哎呀 这样呃 谢谢你们 这样我的今天的直播 就到此为止 如果你们要买这个黏土回去泡 也是可以的 哦 只是我还没有想到要卖什么价钱啊 你明白吗 哦 因为我一个我一包我就用两次罢了 一包就用两次 除非你家里没有浴缸 你要拿来泡脚 拿来敷身体 这样就可以用比较久 如果一个浴缸 用两次就完了 哦 如果你们想要买的话 我在想看要卖多少钱 哈哈哈 真的是很好 哎 报名 报名 你可以在这边写咯 你可以这边写 呃 你可以这边写 呃 嘉义 可以嘉义 然后我可以安排我的呃 护士哦 明天去联系你们 你们汇款 然后就可以安排几十k过来 在这个period啊 我lock 我开放去给你们去redeem的这个period啊 是after lockdown 哦 如果有些人要lock到来这个期间也是没有问题啦 after lockdown 到的呃六个月里面啦 要redeem咯 哦 我这个只是开放一百个一百一百个罢了 过后我就不要开放了 因为呃 老实讲这个利润不高啦 哦 但是可以给大家多了解就是哎 这个年土浴是什么啊 哦 这个泡澡是怎样的啊 哦 大家多深入不同 去了解不同呃 角度跟不同方式的呃 自然疗法 这样今天的直播就到此为止 哦 呃 我要收当了 我要收工了 有什么东西你们可以去到我的呃 page那边去pm我 或者打去呃 中心也是没有问题哦 有时候staff啊他在后面的呀 在后面在在呃 在处理这后面的东西 可能有时电话他们没有听到 哦 这样呃有什么就在我的facebook里面message我啦 ok 拜拜 晚安 I love you